各位好啊,我门口新开了一家牛河店,刚才带着老娘还有俩鬼去尝了尝,还不错,味道还不错啊,还挺便宜,吃饱喝足啊,咱还得聊。 我听说拉起来昨晚上又直播,开了半个小时,我敢看了一下铁片啊,总的来说还是那句话,还是狡辩,他还在狡辩。 我觉得这个人的人品呢,确实有很大问题。 九一把这事一出来之后啊,他第一反应啊,不是,哎呦,我说错话了,我得道歉,而是从一开始就在狡辩,在胡搅蛮缠。 他最早的回应是啊,这个九一把是他们领导的圣日,他庆祝的是他们领导的圣日。 然后前两天,他出了道歉视频,又说了,他说错话了,口误,那是逻辑错误。 同时啊,他还不忘了最后恐吓啊,恐吓一下我们,就说我们这个网报他。 就他没搞明白这个举报,批评和网报的区别。 昨天直播,又把这两单一性的圆讯们都拉出来了。 就一个九一把,你给出这么多解读,我想问问你啊,就你哪句话是真的?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么多网友都跟你一样,弱智? 你说骂,我们就得信骂。 就没错啊,你确实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里,但那只是你自己的意想情感。 作为一个中国人,九一把是国耻日,是国赏,这个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,是我们心里永远的一根刺。 本来这个事呢,就追加了道歉实际,就是在你说错话之后,马上道歉。 你错过了追加实际,但并不是啊,没有忌讳,你还有忌讳,但是你没有珍惜。 你认为你的狡辩,就你的胡搅蛮缠,能掩盖你的错误。 你太低估广大网友的人知,就我不知道你是脑子糊涂了, 还是表上没好人。 我在第一个视频里啊,我就警告过你了,就诚恳道歉。 别把这事啊,上省到人品的高度,上省到与人民为敌的高度。 看来你并没有挺进去。 你还是想用狡辩来掩盖错误。 没错啊,平台确实没处理你,或者说啊,没有严肃的处理你。 但你别以为这个平台官方不处理你,你就还能在直播带货的这条路上走下去。 你人品完了,你这个人臭了,哪个厂家还敢跟你沾盘? 谁还敢让你继续给他们带货? 没有网友的这个认可和支持,谁会去买你的货? 诚恳道歉吧,乌韩战。 作为我个人啊,我相信你有可能是没文化,糊涂了,口误。 但你后续的一系列做法,让我觉得你对九一霸这个大事大废的问题啊,缺乏最起码的敬畏。 否则你不会用你老板胜着,还有两难一性元逊来解读这九一霸。 看来我以前对你的看法啊,一点没错。 你这人的人品呢,确实有问题,有很大问题。